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医药板块 那么医药板块后续怎么看 结合指数个股来进行点评 请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再一次声明 修禅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金融引证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只作为技术交流 只作为参考的一个视角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医药板块指数 其实对医药板块指数的话呢 在这一轮医药板块的一个移动当中 咱们捕捉的还是非常的精准的 这个精准的话呢 主要体现在时间级点上 从2021年11月10号 在这个位置 当时呢 对他的一个关注认为呢 他会存在一个波段的行情 不至于说是一日游 这个波段的话呢 从产品结构来讲 可以期待一个日线的线段上 以30分钟组织类型上 为什么呢 咱们前面也讲了很多次啊 大的方向 它是一个平台下沿附近 然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中速逐渐 在中速下沿 那么呢 局部而言 这个位置就存在三分钟结构和被持 以及MSD被离 那么当前的话 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 一 它的一个核心观察逻辑 在于什么 在于 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的话呢 医药板块当中 很多股票 它是在底位的 就是在整个2021年 它是调整非常充分的 就是调的多 股价本身在相对底位 第二个话呢 那么到冬天 以及呢 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移情 在春节前后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冬季当中 私有起伏 它也会形成一定的消息 消息层面的一种影响 第三个点是什么呢 第三一点的话呢 其实是资金的高低切换 和风格的转变 那么当前对于一要板块指数呢 对它的态度观察点的激烈呢 非常简单 重点看资金 只要说这个资金层面 没有明显的快速的缩量 缩到前面这样的一个层级上面来 那么这个板块当中 它就会保持活跃 但是保持活跃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节奏 有的个股的话呢 涨多了 必然要调 有的个股的 还会有这种内部的轮动 好 那么当前对一要板块指数来讲 今天开线是强的 量呢 是弱的 开线强是因为今天的开线呢 是把昨天的阴线给 上周五的阴线给完全覆盖掉 量能说呢 是因为量能是缩量的 量能和上周五相比 是量能缩减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如果说量能 保持缩量的一种状态 而指数的话呢 还能够勉强的往上冲 那么呢 它很难持续冲到周呢 还会回落 但是呢 只要说量能可以缩 但是呢 不能 只要不缩到前面这样的极致 前面像这样的一个 这么定的量能 量能代表资金分歧 就是成绩量 成绩量是由资金分歧决定的 而且呢是代表的是 人气交易的回约度 如果量能的话能够保持住 就是呢 能够和今天已经的微微方大 或者是在今天这样的量能上 能够保持住 那么整个板块呢 还要保持回约 保持回约就有机会 好 这对指数的态度 那么我们再看 残论结构 残论结构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视角 是什么呢 从 阶段性的低点以来 2409 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中处组件 好 这是一个5分钟的主持电影上 5分钟的大线段下 5分钟的攀认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因为今天量 开线是强的 但是量能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 不排除什么呢 如果说后面 能够补量 那么呢 还能给予往上攻 如果这不能补量的话呢 不排除 从高处再回落 但是这个位置做一个小的 中处平台 如果再回落的话呢 只要不出现急跌 那么只要回落下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这个位置 又可以作为一个 5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三转性的下 那么这位置可以 组件一个30分钟中输 30分钟中输 组件完成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不排除 再度向上离开段的可能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是风险呢 风险就属于 这个位置 这一浪 这个位置向上的话呢 没有延续的同时 向下出现急跌 打破和它的背次关系 这样的话呢 一旦打破背次关系的话呢 不排除组件第二个中输 有趋势下跌 那么这个位置 一旦下跌跌的比较深 那么就要防范 从2681点位以来 这是一个 30分钟线转下 30分钟线转上 30分钟线转下 如果从后面再反弹 连前面这个低点 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就属于30分级别的 30卖点了 所以说不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当前的话 对于这个板块来讲 还是会有机会的 只不过呢 要注意节奏和个股的一个 把握和节奏的一个把握 好这就只说了一个态度 当前用震荡的事件来 看来就可以 那么我们快速的 梳理一下个股 其实对于医药板块的话呢 咱们其实从 像昨天有过点评 点评的几点呢 就是医药板块 还是有机会的 重点是节奏 包括像前面的话呢 对于医药板块来讲 从11月10号以来 咱们呢多次 以当时的话呢 不管是像100之药 衣灵药液 汉森之药 复兴医药 精华之药等等 三合要三合要服等等 那么其实多数个股的话呢 其实中途都是有一定的 赚钱获利机会的 那么但是节奏 如果说不同 那么就会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我们来看 像101 那么101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做法呢 是属于相上加速 那么像这个位置 相上加速再往上的话呢 即便明知道 可能还要再冲高 能不能追的呢 从交易手法上面来讲 一定是不能追的 咱们前面点评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巧的一个节点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多去挖掘什么呢 多去挖掘底部 有这样的一个增长平台 近期的话呢 刚刚带量突破 咱们对它点评的节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这种是一个 不管是均线 上传140年均线之后 然后呢 弹阳不破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 五军十三军 纷纷上传140年均线 这个回落的就是咱们 方法论的 要的买点吗 而且它属于这种平台突破 买点之后呢 偏离五军和简直 十三不破 可低息 那么这就是一次 两次赚钱机会 那么当前 今天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 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板 其实这个涨停板 和如果说 在今天没有涨停之前 昨天这个位置上 适不适合去追呢 肯定是不适合的 如果说前面在这个几点有把握的 那么它保持在什么呢 五军之上 五军不破可自由 偏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你底上的部分守趋势 就是个股如果说 沿着均线线上爬升 五十三一百四年 都头排列 那么形成趋势的是 你可以用均线的一个视角 可以去跟 留一个部分仓位呢 守它的一个趋势 如此而已才能够把握住 这样的一个 二十几个点 甚至三十几点 三十几个点 或者是甚至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获利机会 而不是说我就企图 今天买入明天就涨停 今天买入明天就涨停 这么好的事情 想了越多 你越容易崩溃 因为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这是101夜 那么当天对他的视角的话呢 今天出现这样的涨停 是属于加速的一个做法 涨停加速后面的话呢 一旦在涨停 尤其是线上涨停 后面只要不连百 只要不能抢涨 机遇长涨停 它就是一个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就是找卖点了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呢 用均线的一个视角 再去跟 如果说回落 贴着五军 或者贴着十三连均线 你可以再去把握一次 或者跟踪一次 如果说呢 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去 或者是一十三连均线 人家都守不住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放弃 101夜 那么我们再来去 看例如像一百支要 那么像一百支要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个股 它的节奏是什么呢 接下来要高度密切防范 今天的 今天呢 从8块8的位置以来 它的一个下跌 阴阳交替 是有一定的资金抵抗的 但是呢 有个隐患 这个隐患呢 今天的反周力度比较弱 一个是开线 比较弱 大概明显上阴线 第二呢 是量能比较弱 这类个股的话呢 接下来如果说明天 没有向上 而是呢 选择向下 把十三连均线给破掉了 它实际上是要离场的 防范呢 是波段走坏 如果说呢 明天能够不量 量能放大 同时的话呢 重新 给出一根 给出一根中阳 或者是把上方的 把上周五的这个阴线给强覆盖 那么它就会重新回味到强势 甚至突破前高 而且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说 一百只要太弱了 你要是和连百的个股皮 相比的 它确实弱 但是从11月10号 咱们当时对它的一个跟踪 到现在的话呢 它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表现来讲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做法的 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 就是跟踪的一种视角 就是你的预期 如果说预期很高 那么呢 很容易 绝大部分客户对你来讲都失望的 如果说你的预期本身就没有那么高 对应的话呢 只是稳的一个视角来讲 就是有节奏 很容易容易参与的 好 这是一百只要 那么从大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 这是小周期的跟踪视角 从大的一个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把它作为 这样哪个下方有一个平台 这个中级平台 中级平台的话呢 后面震荡当中 只要不破这样的一个中级平台的位置 如果说呢 能够向上突破之后 站稳不破这样的平台 它就有机会 向上一个平台位置去拷拢了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观察视角 不是依据 那么是为什么呢 在七块五七块六 附近 也就是说可以把 例如说七块六的节点呢 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呢 震荡当中始终七块六的位置 或者七块五 七块六这个位置始终不破 那么它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平台 突破之后的 确认 如果说后面能够带量 能够抢反包的看见出现 它又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可能会突破前面高点的 所以这是一个应对的一个思路 和分析的视角 而是一百制药 那么像汉 汉森制药的话呢 咱们昨天晚上 我看到有粉丝留言 因为这一只哥哥的话 说实话啊 前面呢 在这一根长阳的时候 点评 点评的节点 它和1011a的话呢 它是非常相近的 下方是有一个摩底的平台 突破 突破的话呢 对应的 有量 MSD都有公正 后面的话呢 你是贴着五军也好 或者是回落单约部分也好 这几点是一个很好的 低级的几点 低级点过之后的话呢 涨停第二天冲高不能连板的 就是卖点嘛 卖点过之后呢 当起 昨天呢 有朋友 周末有朋友留言说 吃了跌停板 这是在上周的节点上 周末的时间 点评的节点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下方有一个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充满米区域 这个位置呢 一般情况下不会一下子死掉 可能后面呢 大概会反抽 那么反抽也给你了 给你的话呢 实际上是反抽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是昨天跌停 今天给一个涨停板 涨停板的话呢 而且很痛快的 风时 他反而反而可以有机组强 那么今天的反抽的话呢 实际上力度并不强 为什么呢 量能是上周五的量能力半 量能力半的话呢 实际上今天是给你什么 给你救赎的一个机会的 因为前面之所以吃个低天板 肯定是在这一天最高了嘛 你最高的本身买点就不对 如果说后面给你一个救赎的机会 你不去应对的话呢 后面就会比较尴尬 那么这一支个股当前的一个 收在五军之下 而且呢 今天的今天的反抽力度是比较弱的 虽然说呢 盘中也冲到三个多点 但是量能没有跟上 后面的话呢 那么对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态度是什么呢 下方在五块五六块五这个区间 有个充满密集区域 也说那六块五元的位置呢 是有一个支撑的节点的 这是下方看支撑 上方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不能重新站在五军之上 他实际上的短线是走弱的 重心是下移的 如果说呢 就是说下方六块五的位置 只要支撑不破 那么这位置视为震荡来去坑待 如果六块五的位置 一旦破 破掉再往下的话呢 作为一个支撑区域 它是一个 有强转弱 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弱势震荡 如果六块五不破 后面的话 要观察量能不能跟上 好 这是汉深 自要的一个 技术视角和态度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速度稍微放快一点 像贵州三立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量堆是比较完好的 量堆完好的话呢 长周期来讲 它就是底部区域 那么当前的走法呢 是属于如果说是后面给出阴阳交替的一个走法 那么贴着用单阳不破 或者是回撤 靠近四三天均线 靠近下方区域支撑线 是可以把握它的低息的节点 用短线的视角低息高抛的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积蓄往上的话呢 反而不好去 不建议不提倡 最高的一个市位去跟 因为只要说量堆保持住的话呢 那么后面它的股价是保持 大概的会一种活跃的一种视角 用低息高抛的维度呢 可以去观察 把区域线做为防守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葵花要页 那么像葵花要页的话呢 这一只狗咱们前面也是跟踪点评过 点评的基点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它也是属于前面这140年区域下方 有一个底部平台 这个底部平台的话呢 前面是缩量 后面的话呢带量突破 突破过做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小周期来讲低点和低点相连 你收到区子线 贴着区子线的位置呢 用低息的视角 后面呢只要说区子线不破 哎既然好就收 如果都破了区子线呢 其实修错 这是一种跟踪的思路 其实大家可以取一反弹 自己去挖掘一些个股 自己去尝试的去跟 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之前的话呢 可以用极小的仓位 不要一下子想着通过一只个股 通过一个方向就去翻倍 就那没有 一定要形成对自己 对方法论的一种像信心 而不是对任何人的 好 这是维花要页 后面的跟踪睡觉的话呢 下方13年军演 做一个方程位就可以了 破了 也其实和下方的区子线线相混合 破的话呢 就是纠错离场 不破的话呢 这个位置还有机会 继续往上走趋势 好 那么我们看下像 SAPS 好 那么现在这类个股呢 它是属于手板 这个个股从长周期来看 它的价格肯定是在底部区域 从短期来看 5块5毛5的位置 反弹到12块7毛6 当前那实际上是一个收敛三角的末端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末端来 去看待 那么这类个股跟踪视角的很简单了 就属于用 因为一扬穿三线而且是一掌停板的方式 掌停板方式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去行 就可以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了 小周期的维度来讲 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也是在掌停板切藏的位置 作为趋势之声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掌停板板本位 贴了五军作为买点 破了这个位置就错 不破的话呢 有这样的低下的节点 它是有机会继续往上的 好 这就单样不破的一个思维 那么钱高 看它能不能流过去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双路药业 双路药业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长周期来看的话 从32跌到什么八个三毛一 咱们前面讲到对于一要版本的 其实有很多股票 它是前面调整的非常充分的 因为调整比较充分 然后呢 位置本身偏低 如果说呢 整个有一定的消息驱动的话呢 再加上整个资金的一种高低期换 它有这样的轮动的一个视角 主要量能不说 那么这个板块当中还会有这样的轮动 那么呢 涨高的 要防一防 底位刚刚移动的 那么呢 根一根 但是呢 控制仓位不去读 那么像双路药业 这类个股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节点 很简单 下方有一个 低点和低点相连 有一个这样的趋势支撑 趋势支撑不破的话呢 是可以去 以这个趋势支撑 做一个防守的一个节点 在10块5附近不破 这位置可以去观察 能不能形成趋势 或者相当加速的 如果说破了这个位置 即使得手起刀落 离场 就这么简单嘛 好 这是双路药业 那么呢 以上呢 只作为对于板块的一个态度 就是呢 跟踪 为什么说 它可能还会有反复 因为它的量能还 量堆还在 但是这个板块当中 有些个股 我们在从领长和领跌的个股来去看 医药板块的话呢 其实有些个股 不能只想的 只想美的事情啊 例如说我们来看 板块当中 例如说像前面 短期已经翻倍了 这样的个股 跌个十几个点 二十个点 或者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是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好 如果说短期已经 已经已经经过这样的一个 快速上涨过 做这样的调整 这也是同样是医药板块 里面 有的个股的话呢 敌位刚刚启动 有的个股的话呢 它已经翻了十倍了 翻了十倍 这是属于刚刚破位的 你说如果说 属于 最 如果说那喜欢追高的 那么呢 很多说 真的是属于 嗯 库查亏没了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再一次声明 只作为技术交流的 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对于板块 应该怎么去跟踪 对于个股的话呢 怎么去看待 重在 是一种 技术或者经验的一种分享 而不作为美麦依据 一定要有自己的 独立的判断 和封控的一个决词 而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我就请点击 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